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就是在我们城市online的A+, 邀请到了我们马来西亚出生的第一国际名博Ember Cha 哈喽,Ember,欢迎你 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里,再来是我第一次了 对对对,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你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你来了之后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因为我们两个人时常被说拍照不懂要怎么去站 而且单纯这样子站着,有些时候去到一些舞台 也不晓得要怎样站才能够让鹤立击取,你知道吗 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 好,那我就分享一些小贴事好不好 好,那我分享男生跟女生的,但是就算你会站之后呢 你也不能当摩托,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好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还是乖乖做一个DJ就好了 好不好,没有,那你是靠我口水吧 我本身经历的就是因为以前我是运动员 所以我可能站着会比较man一点的 所以我现在想说要希望就是站得比较顺利 有办法可以做到吗 其实当然可以,我觉得posing其实是我的强行 因为我都是拍照比较多嘛,路过毛布 那首先当然要有正确的身体炎 那有正确的身体炎呢,第一就是你可以贴着那个墙 那第二个做法呢就是一个 就是给一些上班女生们 如果你现在是在上班很久还没有运动的话 那要很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这样子 因为是常常吃在电脑面前嘛 那有一个瑜伽的pose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其实很容易就把手放在背后去 然后把那个肩膀打开 然后你这边要推开你的这个肩膀 你可以感觉你胸上好像有咖一声 你会感觉到,哇好舒服耶 有,有,有 好像拉根的感觉这是第一个 那当你这样子做了之后 你放下来你应该是,已经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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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就是正确的身体炎 那女生的pose呢,最普遍的就是擦腰 擦腰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放错地方 因为他们忘了他们的腰在哪 有些你放这边,你放这边,你放这边 其实要擦最瘦的地方 因为当你擦最瘦的地方的话呢 你就是会变成 鞋的腿长一点会吗 还是鞋的比较窈窕 你就会变有那个曲线 变成最瘦 因为这衣服可能是松的 那就可以把那个曲线带出来 然后就是,可以就是看你要怎么样的衣服 好,这个,这个腿要有学的 你还可以学,就像最瘦这样 然后小的地方就把它离开这个镜头 好像这个是XLLMSS 然后再变成了 要大的地方就推前 那男人呢,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看的姿势 可是又不是他们的男人的姿势 然后女生一定要Tip Toe 所以你感觉睡着 对,因为你这样子的话是短 推放前来就可能长两寸 Tip Toe的话就变成三寸 那要斯文一点就关脚 要Troll一点就看 好,男生 男生我觉得有几个东西不能放 我觉得男生在拍照的时候 他们都很喜欢遮 那第一就是遮这边 这个好像足球员会这样子 那998千的上班族都是这样子放 是,遮这样子很帅 那我要说的就是 当你把你的手放去那边的时候 大家都会看着那边 所以就是不能放的错误 那第二个错误就是最普遍的 很多男生现在都是穿上班裤 或者是牛仔裤 那上班裤的话 其实是要把手全部放进去 但是不是放到里面里面 因为有些裤带很深 他们就会很自然的 放到里面里面里面 然后放在中间 很奇怪了 然后就会发现好大喔 明白 所以要放在外围一些些 你也示范一下 就是放一点点啊 放这边 然后有一些人 有一些裤带有一些比较传统的 会有一些之前有些穿 像我爸爸的裤子 好深那个裤带 它可以插到里面里面去的 可是现在 现代感的一些裤子 应该都不会那么深了 因为他们不要给它插进去的 明白 而且还有好多的男生 他们在拍照的时候 都是很像很像 对 我觉得那种还OK啦 那种是个人的风格吧 然后就是有一些小小的 就是或者是牛仔裤的话 那有很多男生在插牛仔裤 他们就会这样子插 那尤其他们是新人的话呢 大家都会在那边 牛仔裤啊 打个例子 来做例子 这样子插 人家就会算 1 2 3 4 5 6 7 8 9 然后为什么会9个人 就这样 那正确的插法呢 其实是 四只手指进去 一只手指出来 四只手指进去 一只手指出来 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 人家就不会数没有多少只手指 那为什么会数出9只 自己一猜到答案 就写出来 好 明白 好 今天非常安博来教我们 如何好好的拍一张 非常漂亮的一个照片 我们就期待Amber Aplus的访问咯 A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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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lus